各位朋友大家好 北京的政治叫做风云变幻莫测 今天刮东风明天可能变成刮西风 它的政治风向让人琢磨不定 前几天外交部战狼赵立坚是惹翻了澳大利亚 给北京制造了一个外交上的天大的麻烦 熟悉中国政治的朋友都知道 赵立坚他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外交部发言人 他的后台很硬 今年3月赵立坚声称可能是美军把病毒传到了武汉 结果是激怒了美国总统川普 当时川普总统是怒斥中国病毒 给北京外交引来了天大麻烦 可是赵立坚给北京外交制造了这么天大的麻烦 不但没有受处分 一点事都没有 反而他更加频繁的出面来主持外交部的记者会 赵立坚反而更加受重用了 所以现在北京体制内的媒体人都知道赵立坚后台很硬 没有人敢批评赵立坚 因为打狗还要看主人 批评赵立坚那就是和赵立坚那个硬后台是过不去 这样一来北京一般的媒体人都是对赵立坚都是不敢碰不敢批评他 那么北京的媒体也不会去刊登批评赵立坚的文章 但是今天好像风向有变 今天12月4号北京媒体财新网居然公开刊登了一篇批赵立坚的博文 这篇批赵立坚的博文在中国网络上现在已经是疯狂的刷屏热传 显然这一篇批赵立坚的博文是来头不小 那在说这件事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赵立坚激怒澳大利亚的过程 在11月30号北京著名的战狼赵立坚在他的推特账号上 用英文发了一个指控澳大利亚士兵在阿富汗屠杀当地平民的推文 他还转发了一张假造的澳大利亚士兵要割喉阿富汗儿童的一个宣传图片 赵立坚的词举是激怒了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随即召开记者会谴责赵赵立坚发布伪照的图片是令人恶心 而且要求赵立坚立即道歉和删帖 莫里森谴责北京说中国政府应该为此贴文感到极度的羞耻 面对澳大利亚总理的愤怒要求他删除推文道歉 赵立坚不但没有任何歉意反而是变本加厉 他把这一条推文在他的推特账号上置顶 就是说赵立坚的态度是更加强硬 不过这次赵立坚这个战狼行动是引发了西方社会的反弹 首先是美国申援澳大利亚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 就是他们谴责北京官员散布 这个诋毁澳大利亚军人的虚假信息 这是中共行为跌到了最新的低点 然后新西兰总理阿德恩也公开表态支持澳大利亚 新西兰总理说 北京外交官使用澳大利亚士兵残杀阿富汗儿童的画面不符合事实 新西兰就以此事向北京表达关切 在新西兰表态支持澳大利亚之后 法国也发声支持澳大利亚 法国外交部发言人说 我们认为有关推文不符合人们对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外交手法的期待 赵立坚在推特上公开发表的图片尤其令人竞争 评论带有偏见 侮辱了近20年来派遣武装部队在阿富汗作战的所有国家 此后英国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支持澳大利亚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明确表示 英国将永远和澳大利亚肩并肩站在一起 确保我们共同关注的利益和价值观 在得到众多盟友的支持下 澳大利亚政府进一步强硬表态 说澳大利亚不会对中国的不满作出让步 显然这次赵立坚叫板澳大利亚 是惹怒了整个西方国家 给北京外交带来了一个天大的麻烦 不过今天北京的财新网 是发表了一篇署名叫做兔主席的博文 他的题目是应当对中澳增端降降温了 这篇文章对赵立坚这个战狼行为公开提出批评 这应该说是让人感到十分意外的事情 我们前面说到北京很多媒体人 他们虽然对赵立坚这样在全世界到处乱咬 这个战狼行为非常的不满 但是他们只是一个敢怒而不敢言 没有人敢批赵立坚 因为北京体制内的人 赵立坚后台很硬 你要批赵立坚反而会给自己惹来大麻烦 因为你批赵立坚就等于是批赵立坚的后台 一般体制内的人肯定也没这个胆量 所以这次居然参信网登这篇批赵立坚的文章 肯定那是大有来头 这里我们就摘录几段这篇大有来头的博文 这篇文章一开头就说 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战队加入到支持澳洲的阵列中 某中国外交官的一条推文 引发了一个日渐升级的外交事端 笔者认为在白宫交接过渡拜登履行时 中国应避免和美国发生争执和冲突 其中一条就是要非常谨慎的处理和美国传统盟友的关系 这篇文章虽然说没有点赵立坚的名字 但他文章开头就说 某中国外交官引发了一个日渐升级的外交事端 大家都知道这个所谓某中国外交官指的就是赵立坚 而且这篇文章说 现在在美国这个政权面临交接的一个敏感时期 中国应该避免和美国发生冲突和争执 同时还要谨慎的处理和美国传统盟友的关系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篇文章接着说 美国老大有自己最要好的朋友 有最接近的五眼同学 像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 还有一些关系比较近的朋友 你像法国 德国 日本 韩国 中国最难拉拢 最难搞定的就是五眼同学 他们是美国的绝对铁杆 动他们就是动美国老大 中国跟澳大利亚的外交事件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中国动了美国的小弟澳大利亚 美国老大出头保护 并呼吁其他人加入 这篇文章就说 美国在世界上有五个最要好的五眼朋友 那北京惹了美国这最要好的朋友 就等于是惹美国这个老大 就等于是触动了美国的红线 所以好像不要以为澳大利亚 好像不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 动一动澳大利亚没有关系 但是不要忘了 澳大利亚可是美国最要好的朋友之一 动澳大利亚就是动美国 这篇文章接着说 笔者可以理解某种心态 中国老是被澳洲同学戳实在烦了 抓住一个机会反制他一下 特别是在白宫交接过渡期 中国戳一戳澳洲 在国内语情是受到好听的 但从国际上看 除了把美国传统盟友们 进一步推回给美国 加大中国与整个西方社会的对立冲突 对于中国中短期的外交 并没有正面帮助 此外 当中国主动出击 与美国及盟友的关系恶化之后 中国政府自己对美国政策的选择 也会变少 大家是在双向螺旋上升 更进一步朝着冷战的方向去了 这份上就是说 现在北京要主动去出澳大利亚 在国内好像收到了那些爱国群众 小粉红的好评 但是在国际外交上一无所获 它只能使那些美国的盟友 更加靠近美国 加大了中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对立 也加大了北京自己对美国政策 一个选择的余地 这些观点呢 其实大家 就是不说 大家也都很清楚 所以说 这个事情并不是这篇文章的关键 这篇文章的关键是下面这一段话 这篇文章说 比者怀疑 中国内部可能也有这样的力量 他们就希望在这个重要时点 就是拜登上台的过渡时期 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加对立与冲突的轨道 他们可能认为 如果拜登真的对华怀柔了 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改善了 中国会在英美体系里陷得更深 所以必须先发制人划清界限 让中国彻底走自己的轨道 比者怀疑 认为在这个敏感时点大力戳澳洲 就是有意为之 戳的目的也根本不是澳洲 就是美国 这是有人有意识的在布局 有意识的去提前限定拜登的选择 有意识的把它最大程度推到中国的对立面 尽可能的削弱中美修复的基础 这段话其实才是这篇文章的画龙点心之处 也就是说赵立坚这么做是故意的 赵立坚就代表了北京内部的一种势力 他们不希望中美关系改善 而是希望中美关系走向更加的对立 他们希望这样的中国才能彻底跟西方告别 才能彻底走自己的路 因此北京就有人在有意识的要布局 有意识的要制造中美关系的麻烦 就要把拜登在他上台之前 就要最大程度把它推到中国的对立面 要尽可能的要削弱中美修复关系的基础 这篇文章说这段话 实际上用了一个怀疑的口吻 其实他就是说北京内部就有这么一股力量 他们要故意布局要把中美关系做成一个死局 即使是拜登上台想修复中美关系 这样的基础也没有了 也就是说这篇文章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北京内部有一种力量想把中美关系给搞砸 这种观点听上去好像有点危言耸听 但仔细想来还是很有道理 其实北京内部确实存在一个很强大的清美派 他们是希望和美国改善关系 希望北京对美国妥协 然后重新走和美国友好的道路 但是北京内部也存在一个很强大的反美派 双方的斗争应该说还是相当激烈的 所以在中美贸易战的时候 北京官媒曾经出现过一场大批判 就是批清美派的大批判 在去年2019年五六月份间 北京最权威最顶级的媒体 像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还有环球时报 他们都用极为强烈的词句 杀气腾腾的大批中国国内的 所谓清美派和投降派 我们这里就回顾一下 北京官媒去年对清美派投降派的批判文章 首先发生的是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 在2019年5月24号 胡锡进以个人的名义发表一个批判投降派的长篇博文 他说这两天各种或民或案投降论又猖截起来 他首次对中国国内所谓的投降派提出了公开的批判 胡锡进批判投降派的文章说 不敢打 哪有谈的资格 失去了战斗能力 得到唯一的和平方式就是投降 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 这是铁律 过了几天之后 在2019年的6月6号 当时光明日报也发表一个批判投降派的文章 题目是变明崇美妹妹孔美的奇谈怪论 这篇文章要批中国那些青美派就说 有少数人还抱着崇美妹妹孔美思想 时而兴风作浪 混淆视听 扰乱舆论 涣散人心 起到了美方起不到的作用 对此我们必须明细洞察 坚决敌制 同一天6月6号 人民日报也发表一个批判 就是这个青美派批判投降派的文章 题目是爱国感情绝非民粹主义 这篇批判这个青美派投降派的文章说 把正常的爱国情感与民粹主义联系在一起 显然是别有用心 它在本质上反映了少数人价值观的扭曲和错位 危害甚深 到了2019年6月7号 新华社会发表一个批判投降派的文章 题目是让投降论成为过街老鼠 这篇文章批投降派说 也有少数人得了软骨病 丧失了民族气节 到处鼓吹中国处于劣势 呼吁众人妥协的投降论调 混淆视听 扰乱与情涣散人心 对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的说不 理直气壮的展开斗争 让投降论成为过街老鼠 6月9号呢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又以个人的名义 发表一个批判投降派的长微博 他的题目叫做美国这次真的来者不善 胡锡进批投降派的文章说啊 有很多蛊惑做决定性让步者 他们自私将通过国家的巨变寻找他们自己的政治机会 他们太容易被美国的势力操纵 即使他们不是恶毒的也是幼稚的 到6月11号 人民日报再次发表批判投降派的文章 批判青美派的文章啊 他的题目就是摒弃红美从美心态 这篇批判青美派的文章说 极少数人的红美镇从美镇欲风浪就心慌气短 脚跟发软六神无主吓破了胆 按照他们的主张 中国只有投降退绕一条路可走 我们梳理一下去年2019年 北京官媒对这个投降派青美派的这个批判啊 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就是北京高层有势力相当强大的青美派 他们可以说还是掌控着相当大的实权 因此呢 北京的反美派才需要来大张旗鼓的去批判青美派 那么现在呢 北京的反美派啊 他们是遇到了一种危机 就是这次美国总统大选 假如是拜登真上台的话 那对北京如果他采取一个什么怀柔政策的话 那和北京内部这个青美派可以说一拍即合 那么北京就要重新走上这个青美的道路 那么按照这些北京的反美派的观点呢 就是这篇批赵立坚文章所说的 那么这样一来中国和西方关系改善了 中国就会在英美体系里陷得更深 所以他们必须要先发制人 先要划清界限 让中国彻底走自己的轨道 因此呢 北京的这些反美派就有意识的要布局 提前就要把中美关系给搞砸 有意识的就要把拜登啊 最大程度推到中国的对立面 尽可能来削弱中美修复的基础 那么习近平是反美派还是青美派呢 从过去这些年来看 从习近平的所作所为来看 习近平肯定应该是反美派 那么如果习近平是反美派的话 那假如拜登上台的话 那对北京的反美派是不利的 那对习近平那应该来说也是不利的 那么这样看来呢 习近平迟迟不给拜登发贺电 他故意要冷落拜登 那是不是也和这篇文章说的那样 就是他有意识的要把拜登最大程度 推到中国的对立面呢 因此呢 这一篇批赵立坚的文章 除了批赵立坚之外 他更重要的似乎啊 是想要揭示北京内部 亲美派和反美派的一个激烈斗争 那这样看来呢 美国大选的风波也转移到了北京 现在北京也不可避免要面临一场 亲美派和反美派的激烈斗争 那么最近啊 北京著名的反美派胡锡进 被举报说有私针子 这应该啊 和这一场北京 亲美派和反美派的斗争 是有关系的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